住在饭店 你期待着一定水准的服务 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 饭店有许多你不该知道的秘密和规则 那么要不要在饭店的床底下找找 看能不能发现他们到底瞒着你什么事呢 以下是我列出的清单 就从这个开始吧 一 饭店不提供牙膏给客人 主要有两个原因 要么太昂贵 要么就是令人惊讶的不够昂贵 对于经济型饭店来说 购买像牙膏这种合格的医疗产品来说 花费太大了 另一方面对于五星级饭店来说 没有任何一家牙膏制造商的等级 有高到能出现在他们的房间里的程度 此外牙膏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 对于一个客人来说很满意的东西 对另一个客人来说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 二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从不在饭店里使用床罩呢 他们可能是很方便没错 但对于饭店使用而言却不切实际 因为饭店床单会比你在家里更换的要频繁的多 所以松紧带很快就会磨损松弛 此外存放床罩简直就是个噩梦 床单还必须得适应两种不同尺寸 一张床单就能适应两款床 在每张双人床上铺两张通用的床单 这样就容易得多了 三 说到床单 你一定注意到饭店里的床单和毛巾几乎总是白色的 这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解释 尽管这两个解释并不互相排斥 首先当然是方便性 当所有东西都是白色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它们一起洗干净 并用漂白剂来去除任何可能的污渍 第二种解释是顾客体验 根据民意调查 人们认为白色是奢华和清新的颜色 这会让他们住得更舒服 四 饭店通常会超额预售房间 有时还得要求已经预定的客人 在已经抵达时选择换到另一家饭店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总会有一定数量预定却没有出现的客人 因此饭店经理会冒着超额预售的风险 以免赔钱 通常来说 如果你提前付清了房钱 而不是只有预定的话 你就安全了 五 如果你在网站上看到一个 非比寻常吸引人的房间价格 就要小心了 它可能不包括强制性的度假费用 如果你有提前支付房间费用的选项 那么你会在结账时看到最终的费用 它通常就会列出你在预定前看到的初始价格和所有额外的费用 包括了度假费用 不过如果你决定在饭店才付款 你可能会在退房时大吃一惊哦 所以一定要确认阅读过这些细则了 六 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是固定的 这样设计并不是为了要让顾客生气的 这么做是为了不打扰住在你所预定的房间里的客人 并且让饭店工作人员可以打扫房间 为下一位客人的到来做好准备 顺便说一下 退房时间通常是上午11点到晚上12点 因为饭店希望你开心顺遂 它们不仅让你享用早餐 而且还会给你一些时间做准备 好能够不慌不忙地离开 七 你可能在很多饭店都看到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浴室里有电话 尤其是在马桶旁边 如果你想知道谁会需要这样的便利设施 你可能会惊讶地了解到 这是一个为饭店从AA获得四钻瓶件的实际需求 但仔细想想这也非常有道理 例如如果你在潮湿的浴室地板上滑倒了 有只电话就能够方便你打电话求助了 八 大部分的饭店在每个房间里都会有一个保险箱来保护你的贵重物品 像是证件珠宝甚至是你不想在陌生的地方随身携带的多余现金 但更明智的做法是选择其他方式来确保他们的安全 因为问题是在于饭店的保险箱用的是密码而不是一般的锁 所以饭店里的某些人很可能知道主密码 如果一个潜在的窃贼以某种方式知道了这组密码 他们将能够打开任何房间里面的任何保险箱了 包括你的 在旅行途中你都是怎么保护你的东西的呢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吧 九 回到卫浴间 我经常这么做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但是饭店通常不在房间里提供马桶疏通器 这并不是什么安全问题 这么做是故意的 你看哦 饭店想让你有一种感觉 你是第一个踏入你所住进的那间房间的顾客 这是一个你的舒适度的问题 这是任何一个得体饭店首要关心的问题 根据匿名调查 浴室里出现马桶疏通器的话 则会让人觉得马桶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故障 这对整体形象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抱歉啦 没有马桶疏通器咯 十 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饭店的地板都铺满了地毯 而这可是有几个很好的理由 首先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你在地毯上滑倒的可能性比在木地板或瓷砖地板上要小得多 其次这是更具成本效益的 因为更换一个脏物的地毯 比更换整个房间的地板要来得更快 而且更便宜 最后地毯还能增加隔音作用 如果你有过于活跃的邻居的话 你会为了这个措施而心怀感恩的 十一 如果你认为一个饭店的好坏是取决于星级评鉴多少的话 我有个惊喜给你 星星的数量只代表了这家或那家饭店所提供的设施和服务项目的数量 比如免费WiFi 游泳池 24小时接待柜台等等 一家饭店可能有五星级 但却仍然又脏又不友善 而一家两星级的饭店可能提供较少的设施 但却是个更引人入胜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最好选择在入住饭店之前 查看一下客人的评论 12 如果你的饭店有带着词条的钥匙 一定要把你的钥匙卡跟你的手机还有钱包分开 因为问题就在于 该钥匙卡被重新写入了很多次 它们就是被设计成要让写入过程又快速又简单的 所以一个相当强的磁铁 就像你手机里的那个 就能清除你的钥匙卡 而你就不能进入自己的房间了 饭店肯定会给你提供一张新卡 但不方便还是已经造成了 13 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欧式早餐 而且为什么要这么叫呢 事实上 这个名字来自于英国 它是一组群岛 而它的意思就是在欧洲大陆供应的早餐 它可能包括了糕点 有着不同酱汁配料的切片面包 肉类 起司 果汁 还有热饮 14 许多饭店只收信用卡作为付款方式 没有信用卡 你就无法直接预订房间或使用饭店提供的付费服务 这似乎和我们心中预设的认知相违背 但却很有道理 预订房间只是你入住饭店的第一步 在你的假期或商务旅行中 你可以使用迷你酒吧或其他的付费服务 你只需要在结账时付款 如果你的银行金融卡上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你所有费用 饭店除了起诉你 没有别的办法从你身上得到他们的钱 然而如果你是用信用卡支付 所有额外的成本都由银行承担 这岂不是皆大欢喜吗 15 很多人认为饭店通常不用天花板灯来营造亲密和居家的氛围 但这只是部分正确 事实上 有些饭店房间是有天花板灯的 但这些房间大都是昂贵的类型 像往常一样 真正的原因就是经济考量 墙上的固定装置和灯座 在维护和保养更容易也更便宜 而天花板上的灯要花更多的钱来安装和更换 然而 闭灯确实创造出一个亲密的环境 不是吗 16 在一个更便宜和更昂贵的饭店间选择时 可以先想想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昂贵并不总是意味着更好 经济型饭店经常为他们的客人提供许多免费服务 而豪华饭店则可能会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收取额外的费用 这是因为较为廉价的饭店都是针对独立旅行者的 他们通常是和家人或旅伴一起来的 他们自掏腰包来支付所有的费用 而对于价格昂贵的饭店来说 他们的目标客户则是商务旅行者 他们的公司为他们支付住宿费用 所以他们可以简单地把所有的花费都记在客人雇主的账上 17 很多饭店在床边都没有插座 难道这不有点烦人吗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 时代是罪魁祸首 因为在行动电话和其他行动装置变得如此流行和普及之前 世界上的许多饭店早就已经建造完成了 当然那时候他们还不需要床头插座 而且许多人都还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呢 如果你入住到最近才建成的饭店的话 你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就给这支影片按赞并和朋友分享吧 这里还有些我认为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